欢迎大家收看上阶关心地云的欢迎新闻 根据过生后日报的通计 去年过来十大失望观音动中感染是第一名 其中悉感也是失望率上观的前几名 因为早期的感染经常是没有症状 通常都是透过健康检查才能够来发现 每天马祖变异就要好有面子 第一次量的电脑短暂悉保检查 比起照电工的检查是更加上色 也比较健康 所以民众每年都应该来定期检查 这样才可以早期发现早期治疗 70岁的当生阿伯因为10分的习惯 在一次的健康检查当中 发现悉保有金流 透过胸腔症出手的治疗 等阿伯和终生会给了健康 去年也是做断层 还是没有 自费那花两千多花 自费 我今天到这边都不要钱的 就发掘出来 那你怎么会来做检查 吴益中 似乎是马祖之鹰吧 你是有抽烟的 我抽烟抽久了 那刚好想说来做个检查 对对对 吴益中做检查 就命不该绝嘛 北港妈做病医表示 感染经常都是透过健康检查 才来发现 现在的医疗科技非常发达 会透过极臂量的电脑短暂 来做健康安全的序幕检查 一般来讲的话 肺癌还是以早期治疗 早期发现早期治疗为主 一般我们在免诊上面 在我们胸腔外科常看到的早期肺癌的话 通常都是意外发现的比较多 所以在现在有低剂量的电脑断层 这样子的检查出来之后 筛检变成是一个可以比较安全 而且有效率的方法 吴盘表示 肺癌是严重中使用纪律 很高的纪律一项 民众应该来定时做健康检查 这一段有机会 提早发现早期治疗 那刚刚陈寅师有提到的肺癌 其实在云领肺癌还是蛮多的 所以刚刚有提到 对一些危险群的族群 比如说抽烟比较久的 那这个可能还是要注意一下 因为普通的胸部是光 不见得能够诊断出来 那对于一些特殊的族群 可能还是要做这种低计量的 电脑断层去侦测出来 以后也好由大家 除了定时的身体检查以外 民众也要注意 民众的生活习惯和生活的环境 这档优好风际 虚然而发生 技术的工业 参观报道